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秋天是最容易去思考 却也是最难读懂的季节 我喜欢秋天 喜欢看秋天暗黄的夜 翻飞着在眼前落下 喜欢秋天的风夹着清凉 拂过我的面颊 喜欢秋天的雨 在百重欢畅的深夜袭来 让夜从嘈杂变得宁静 《纷乱一片是秋思》 作者侯泰儿 借此文朝鱼邀您 共度此刻时光 一夜秋风烈 吹落满地金 看着校园里遍地金黄的银杏叶子 忽然有了这样的诗思 美 或许是一种客观品质 并不因为你的忽视和淡默 就削弱了它的雅致和高贵 银杏叶子黄了 落了 它变成了风景 不管你怎么带它 它都以自己的姿态 坚默着 不喧哗 不热烈 过一阵子 就默默地消失在时光深处 有人会叹息 有人会淡然 银杏依然是银杏 在秋风中 展成寂寞的世界 哲人康德却认为 审美判断是情感判断 客观的美是难以存在的 这也有道理 琴音赞美 牛难以听出高山流水 同样面对秋天 有人赞美 有人悲弃 刘雨昕说 自古风秋悲记了 我言秋日盛春招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饮诗情到必消 好起甘云意气风发 快载快载 而王伯探到 长江碑已至 万里念江归 旷暑高峰晚 山山黄叶飞 本来就想家 漫山黄叶又随风飞 心里的悲异 更加深重了 一样风景 两种感受 你有你的快乐 我有我的哀愁 一千个读者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一千个人眼中 也有一千个秋天 风越来越大了 在向冬天迈进的日子里 寒意 开始肆虐着北方 夜色中 与微弱的灯光下 拾起一枚银杏叶 金黄 宿净 如一个干净的灵魂 它在轮回吗 不由地想起父亲来 老人家世事很多年了 他在世的时候 每逢秋天 会带着我爬到山林中 捡茶子 下到稻田里捉泥丘 湘西山中树木多 枫叶红了 其他树木清脆着 红绿相映 端是美好 父亲与采摘茶子之余 常采了茶泡给我吃 我爬在树上 一面摘茶子 一面享受山果的美味 喝起快乐 稻子已收割了 草垛散落在田地里 大片大片的田野 空旷 幽远 寂寥 我跟在父亲身后 看父亲熟练地 从田里将泥丘翻出来 捉住 扔到我提的小栏里 时光很慢 很温馨 父亲在哪里呢 如今 夜空里 有寒星闪闪 父亲在遥远的 另一个世界里吧 叶子落了 明年还会长出新的叶子 父亲没了 就真的没有了 人生没有轮回 想起这些 心中拥挤了一股淡淡的痛 1920年10月 北京金秋 瞿秋白在做去俄国学习的准备 前途茫茫 未来不知在何处 金秋 看上去变成了摔秋 有一天 他去城南访友 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他回忆 正是秋夜时分 龙泉四边的森林丛树 时时送出秋声 一阵一阵萧萧的 大有雨意 也似催人离别 满天黑云如墨 只听得地上半枯的秋草 嗖嗖作响 那条街上 人差不多已经静了 只有一星两星 洋车上的车灯 远远近近地晃着 远看正阳门盘三四层的高阳房 电光雪亮地闪着 这样的文字 看上去只是一种客观的描摹 但细细读来 别有情志 引人心里一阵一阵的惆怅 清初的大词人 纳兰荣若要直白一些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书窗 沉思往事 立残阳 杯酒莫经春睡重 赌书萧德 泼茶香 当时知道 是寻常 这首词很多人解读过 说他在悼念亡期 且不去考证他在怀念谁 但通过字面一字 就可看出他在怀念往事 心情严重不易 这个金黄色的秋天 在他的心里 大抵是不可爱的 情深不瘦 荣若不到三十一岁就去世了 正值人生盛免 可叹也 那些秋意浓浓的词句 透露了他早逝的信息 康德是一个智者 客观的美 一到我们心里 就投上了我们的色彩 金黄的银杏 构建了金秋的图景 路人 各式各样的路人 停下来 掏出相机 手机 取景拍照 他们想把这秋光 留在自己的影像里 留得住吗 在时光机还没有发明之前 不得不承认一种事实 时光是不可逆的 也是无敌的 留住在影像里的秋光 固化成一种记忆 可是 它毕竟已经消失了 留在那里的 只是一种幻想 你不能触摸到你的昨天 今日之我 已不同于昨日之我 无奈 却是事实 秋光 亦如实 金黄的银杏 让人觉得喜感 诗人看到秋天 像刘雨昕这么乐观的 可还是少 马志远说 夕阳西夏 短长人在天涯 少年的时候 我曾将这小令读了诱读 只觉美得不可描绘 而今呢 到了雀道天凉 好个秋的境界吗 经历过一些沧桑 但还不至于吧 秋丝乱飞了 其实 夜生夜落 秋来秋去 有感情敌事 2013年11月6日 京城北角 秋天 让一切的繁华落尽 只留下一片寂静和幽远 秋天像是 看尽事态的老人 在一丝丝 弥留的清明里 回忆着人生 你看那秋天的水 清澈 透明 仿佛还藏着某种深意 白路一过 真正的秋天就要来了 每天的读书时光 正和这个秋天 肩并着肩地走着 和你一起 送走每一个黑夜 迎接每一个黎明 我是超羽 下期见 中听树起白鸭 听耿楼是桂花 谁诉朽 皆寒霜碰过茶 绿落群满欢家 大悟痛对残下 沉念世界 来一口吟霜 来一口吟霜 风推荷 小吻搭 影时梦时别花 披衣起 借前夜雨滴答 灯照碧 灯灯情花 宁 ADHD 这 Baab 海已云上 Fool起лет 拥青ש 也有鸡 渓江鸡 作与泰 成美隊 Gün不开工 宝衣我弄着 空子和温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